你怎么来了 不请我上去坐坐了 走吧 童童呢 放心吧 童童睡了 那 这么晚你过来 不太放心 相军没事吧 你 你都知道了 在电话里面听到你们的谈话 你先坐一下吧 我去给你倒一杯水 相军他什么时候 也学会打架了 我可以为你件事吗 你 你恨相姨吗 当年他抛弃你们母子 你恨他吗 你千方百计地抢走相识的发展项目 让他们备受打击 现在相识的业务 大不如以前 弄垮他们就是你的目标吗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不希望你过问这些事 我也不想问 可是相军是我的老板 整个创媒 都要依靠相军 才能有存活的机会 我不想看到 因为你和相家的恩怨 导致更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你的意思是 是我处心积虑地 想要对付创媒 我也不希望是这样 可你为什么不能放下 心中的恩怨呢 好 就算是相义 当年做错了什么 可毕竟是过去的事了 毕竟 毕竟你是他的儿子 你和相军是亲生兄弟 你为什么要这样逼他们呢 相军受了伤 你已经要来为他当说客 他赢不了 我就利用你来打感情牌 你在胡说什么 他没有利用我 你敢说他当初 接近你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 因为童童 相大律师 是出了名的患女朋友 频繁地向换衣服 你以为他会认为你与众不同 甚至不惜为了你 注资一个小小的 创媒电子公司 来讨你的欢心 是 我梧童确实很普通平凡 可是我从来没有奢望 让你们这些贵公子 大人物 对我另一眼相看 相军对我什么心 我很清楚 不用你费心 梧童 你放开我 梧童 我把童童送回去哄他睡着 我连衣服都没有换 就过来找你 你就这样对我 看起来 我把童童没拒绝 我把童童没有练习 我把童子都放在 对不起 我想早点休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电影拍完了吗 还没有 那为什么回来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你为什么不理我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你喝酒了 一点点 你醉了 回去早点休息 主某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从国外回来 就是想见你一面 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 面已经见了 现在是十二点零五分 生日也过了 喝酒不要开车 打电话叫助理来接你吧 你还是关心我的 立刻打电话 如果你不希望 上明天娱乐版的头条 别自找麻烦 李正宏 你够狠 亏我从国外 特意定制礼物给你 你却不领情 我白费心思 我 是不是 听说 没 Fighter 左宫 对不起 我们真的不可能了吗 走